二百二十七我就用的多了 一般来说我们会用到羚羊角 羚羊角 诸位呢如果到中奥行 他们常常把羚羊角放到外面 就可以看到羚羊角 像这个螺旋一样 从下面比较大 一点点长长细到顶是细的 现在那个羚羊角是来自非洲 如果到西大地抓个羚羊 当心点 蒙古也有羚羊 西藏的羚羊 还有西大地的羚羊 我讲过都是来自非洲 那我们会用到羚羊 为什么叫羚羊 它跳得很快 歹都歹不到它 所以它腿的筋的力量特别强 所以我们预防在 居然抽筋的时候使用 那老师一般的抽筋 我们吃是木瓜 对不对 得甘则缓 吃点的那个糖 它就缓掉了 对不对 那有一种抽筋 比如脑瘤 边界脑瘤 那种很强烈的抽筋 你平常就要配一些止静的药 像羚羊角就是一味 我们配一些止抽筋的药 放在里面的时候 比如说生金草 羚羊角 配在里面的时候 预防我们在治疗脑瘤的病 脑部的疾病 脑部的损伤的时候 预防病人有抽搐的现象的时候 我们会开羚羊角在里面 它就不会抽筋了 不会抽筋了 那我们预防它抽筋 其他治疗的药物 我们按照阴症辨证论治 然后这个我们在领羊角 使用的时机 最重要是在这里面 抽筋 狙击 所以脑伤的时候 脑部的肿瘤 脑部的硬块 外伤 味道是咸味的 咸能软煎 咸能软煎 那药性是寒的 那这个药呢 平常吃抹粉 平常的抹粉 或者切片 放在那个汤器里面煮 汤器里面煮 那这个是羚羊角组织呢 能够清热 明目 强筋骨的药 那种动物性的药 动物性的药 强 弧强的力量 非常的强 比一般植物性的药 来得强 吃下去就晓得了 那这个 防止脑溢血 这种组织 我想可以预防它抽筋嘛 那表面上的症状 就预防它抽筋 里面可能就是 预防脑溢血 那我们那个 在降血压 这是西医说的 真的我们在 预防脑溢血的时候 我们不是 预防抽筋的 脑出血的时候 我们会用一些穿虫 单皮 红花 胀红花 这个进去 在脑部里面 让血液情况很好 让它预防它脑出血 那你看 梦血有没有 是中风 精卵 抽筋 都能可以使用 那 这个 唐龙山说 林阳 挂树而眠 这个我们要考虑 这个有点 要加减一下 不是很 唐龙山讲的 我个人认为 他不是讲的 不是很正确 因为当时 那个交通 不是很发达 所以唐龙山 没有到蒙古 我们现在知道 蒙古是平原 那有那么多树 那一票林阳 找树 全部呆在一棵树下面 在那边睡觉 对不对 比较不太合理 但是他后面讲的很好 那是林阳的性 他的专门治疗 经缩抽扯的症状 脚 有时精气的所在 专注输精 所以 这个 想到抽筋的很严重 你就要使用林阳 那我刚刚一直在跟我强调 我个人在治疗脑流的时候 我都会使用林阳脚 林阳脚 就预防他抽筋 好